雷基颱風造成台九線蘇花公路蘇澳至南澳段 多處路數及電線桿傾斜 讓南澳部落停電超過一天 東澳部落居民更反映電力及水源不穩 每次都停水 停電 這次比較嚴重 一兩天了吧 雖然就在搶修 我們村長一大早就在 我們就在清這個道路 那我剛剛是從上上 上上澳 慘不忍睹 這次來的比前一陣子都風很大 居民提到 梅基颱風離境後 水源及電力仍然不穩定 而蘇花公路目前狀況如何 公路總局回應 梅基颱風外圍環流帶來風雨 持續阻斷蘇花公路部分路段 造成搶修時間延遲 公路總局南澳公務段長回應 從二十八號上午就持續搶修 貪方路段 二十八號傍晚 五點開放雙向通車 由於山區路況較差 提醒民眾行駛蘇花公路 仍要維持安全車距 以保行車安全 記者朱古卡利迪大陸 伊蘭東澳採訪報導